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队内的芒内 杨阳 我的生日是2000年10月10号 大家好 我是WishenV的Hendry 黄冠亨 我出生日期是99年9月28日 然后我是队内第二年轻的 谢谢 你好 我是西特风丽西派君 李永新 然后10月 我是2月27号1996年 秀称然后呢 我的家人是我的是好的哥哥 然后有一个妹妹 谢谢 那我们最近发布了我们这个新专辑迷你四集 Fantom 没错 那这张新专辑里头呢 总共是收录了有八首歌 其中有六首的新歌 两首呢 是之前我们小分队的歌曲 那主打歌的Fantom呢 是一首非常 大家都知道我们WishenV的歌 主打歌都是非常的雄壮 那这首歌呢 同样也是非常雄壮的感觉 对 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弦乐 这种配契在里头啊 大家一听就会感到那种很强有力量的感觉 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呢 就是把苦难和逆境比喻为Fantom 然后呢 要表达了我们要击退这个苦难 击退这个逆境的Fantom的这种意志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喜欢我们这首歌哦 好 哇 这个可以拍手 这个可以拍手 新唱一段的话 like a Phantom that be pulling my strange hey yo hey yo 超纵的频率 哇 耶 超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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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 超纵 我觉得突破最大的 我觉得应该是 肖骏吧 因为我觉得这次 发现他就是 各方面都很厉害 对 而且包括我们在编舞方面 他也融合了很多他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后来他的唱歌不厉害啊 就是突破了很多 我Good Life的时候 可是是我 西窗的时候 因为 真的 在国外的宿舍的时候 我 一开眼都有履厉 你跟我一起去见吗 这个 瞬间是 哦 现在我的生活真的很好呢 这段时间呢 其实也 过了还有快半年的时间 都发布了 跟杨阳还有太一哥一起唱歌 最喜欢我们的 完全自创的歌曲 原创的歌曲 Ring Day 这首歌呢 说实话 对我来的意义是非常重大 为什么这么多 算是做一个 作曲家的一个 出道的一个作品吧 跟大家分享一个天外啊 就是 现在打电话给坤哥的时候 Falling down all night Draming 他把这个名声设置为这个 其实我每次写完歌应该第一个 如果是成员来说的话 应该是 他Ring Day 发布的前一年 我已经会唱这首歌 来自我的偶像 周杰伦的评价 他说 他 就是这首歌 他当初他听到的时候 他跟我讲的是 感觉你现在在 在音乐的路上 开启了一个开关 对 你现在打开了这个开关之后 以后 写歌会就是 都会越来越好 最喜欢的是 Birthday 吧 小时候我 我很喜欢B-Boy吧 但是 没跳这个B-Boy很久了 然后 Birthday 他有这个 B-Boy的因素 我以为 小时候我对你就是这样 对啊 也就过 经常对你就是这样吗 对啊 这个 in my DNA 不久前我刚过完25岁的生日 这一天我过得很开心 又有点 射死吧 我觉得因为成员们那天给我唱了 20遍生日快乐歌 让我在所有人面前非常的一遍又一遍的射死 送了我一个皮肤 Henry 然后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的那个姨母宁 就是我们那个宿舍的阿姨 他送了我一只铅笔 哇 我有点感动 我上一点也收到这个 黄色的那个小鸡仔蛋糕 我觉得那个很可爱 好像一直放在冰箱里 但它是巧克力味道的 我们知道是 不是巧克力 是吗 只有我吃过那个蛋糕 起死 奶油 是谁 啊 有过前是酸掉了 我觉得是酸掉了 是奶油然后酸掉 对过期夜了 你是吃了另外一个吧 那天不是没放冰箱吗 我咬他的帽子 没有可以去酸奶味啊 我经历过了三周的隔离生活 这次的一周还可以 这一周的隔离的话 我真的打游戏比较多 因为刚好最近出了一个 我期待了四年的一个游戏 我有点真的是暴力式的 把它打完了 起来吃完饭打游戏 打了累了躺一下打游戏 打完之后吃饭吃完饭打游戏 打完游戏之后边看球边做运动 起完澡之后打游戏 打完之后睡觉 干了好干了 真的挺干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场景是 你在中间然后有左右的重影 然后那个其实我也有拍 在后面你的重影 然后挺尴尬 就是把自己装作一个重影 就是 我觉得德俊挺好的 因为德俊他有一些镜头是 在一个比较暗的一个场景里面 有很多手啊 然后他自己有这个什么表演啊 对对对对 对 一个 这个 对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最帅的 然后我觉得他表演的也不错 如果经费允许的话 就什么都拍一下吧 不管什么MV都加CG在里面 哇问到我了这个 这个比较技术性的问题 我觉得 昆哥回来 我们就飞在宇宙当中 对 我 有 十个天 十个天 哎不错你也有什么想要的事 奥特曼 奥特曼 100个小军 哇100个小军 世界末日 哇很帅 对你看这一下MV的题材都出来了 这次世界杯的话 我应该是第二关注的第一名在这 他可以看三点凌晨三点那一场 但是我通常看一半我就不行了 再来应该就是我跟坤哥 我们两个也是看比较 然后小军 没有 哦你看 WinWinWin 怎么看 是吗 对 像我们这个天哥哥呢 他完全没关注 哦我是不太行 但是他挺 哦 坤哥可以 对 对 我现在就预测的基本都准 你分我是预测的两场 而且都是大反转 哦 弹讯音乐由你绑基于TM 第四大平台的用户数据 请来猜猜一下 关于听歌用户的小问题吧 都有 我觉得5050吧 对 77.77 其实就是男生的这个比例比我想象中要多 一大八十多个 一大到三岁 上到八岁 我们差不多吧 应该是我们对 我们差不多应该 我觉得听完我们歌都是永远十八每个人 对 第三名或者第二名应该是Nektar Nektar应该第二名 第一名一定是Love Talk 第一名是Kick Back Kick Back Kick Back 应该是Kick Back 啊对对对对对对 要码是Kick Back 然后Love Talk 再来Nektar We're gonna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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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We Gonna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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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We gotta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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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哇 Take off Kick Back 要好好去聽喔 我代表威神V保證 我們說的一定是誠實的 准確的 應該吧的話 方便咱們 咱們威神大學是真的嗎 那個是Concept 啊就自己跟自己是 我實話是說我玩過 但是我是為了就是看 我就是在裡面表演的東西 所以就是 一直在找有自己的 所以那樣看的話 其實不準啊 但是那樣選出來是蕭俊 在學校舞會上 一戰成名的大衣學弟 空哥 你一個 空哥我也是 我選的是羊羊 WinWin 我選蕭俊 又選我 我覺得你很像 我覺得你很像 一戰成名我覺得是WinWin 因為我覺得WinWin 他一個後空翻 就可以敬業所有人 我覺得蕭俊 你就是我看過他 之前在學校裡面的影服 哈哈哈哈哈 我看過你跳B-Boy 就是B-Boy 哈哈哈哈 就在翻翻翻 都不知道 我為什麼要笑 啊 啊 你倒了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這個問題 我第一個出來的想像的畫面 就是坤哥在跳 就那種我晚饋的時候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很安靜的 不怎麼出來表現 總是趴在最後一排睡覺 但縫考逼過 沒有 這裡沒有 這裡沒有 找不到人的話去圖書館裡找就對了 沒有 WinWin 我選了坤哥 我選香俊 我選了坤哥 他怎麼會在圖書館啊 他不會 他去打遊戲 如果是他的話就是在圖書館裡趴在最後一排睡覺 總是幫大家打飯取快遞的好好室友 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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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坤哥 睡得最晚彷彿總在到時差的夜貓子 很對很對很對 但我選王子 我沒選這個 都還挺 夜貓子 我嗎 我沒有那麼晚帥氣 他現在沒有 但總的你眼帶像是 宿舍的整潔全靠他守護的衛生標鞭 小群 10 這沒有一位 可是我是選雲雲 我選10 我要幫所有的人整理嗎 對啊 不一定是我的 需要辯論賽上唇槍舌劍的我方一變手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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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選的是Hendry 也可以 Hendry也是 但我最後寫了一個自定義 你寫了什麼 羊羊的 附加指定 別好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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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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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们每个成员也有一个很成功的 未来 未来啊 我们每个成员都可以长命百岁 希望现在在看视频的人 如果点赞的话会胜胜利利 哇 他要接力气人了 所以肖骏你的愿望是他要三个愿望是吗 对 把刚刚他们愿望都实现 被生活魔瓶的能讲 不是你们要是想说我的话可以尽情的说 哦我说henry吧 多说 我想拿henry的长腿 我想要henry的那种就是冷酷的那种不爱说话的那种感觉 我想要henry自信 我想要henry的不胆小 不胆太大了 我想要他的这个能说会到的嘴 多到你明天都说不完啊 你明天睁开眼 他在你自己的灵魂在身体里 你希望在这里是什么 困 利昂啊 利昂啊 你想帮我抱啊 哇 利昂啊 利昂就是他他他他本身就是很自由 他想去哪就去哪 我觉得哪一个成员都可以 但是如果进到他身体里面的话 我会去做一些就是他品尝不会做的事情 好 我都养呀 你要干嘛 要称 dan cambiar 这只是迷秘啊 你是困在他身里面 我选迷彬 因为我有很多空间在里面 他最高的嘛 我选tem 因为我觉得天睡话特别好 我想感受一下 意思就是身体 你没有天赋 到最上 没有看到这个天赋 我总的 你灵魂出鞘吧 在为什么无一独一无二的何某某担当的这个态度上 如果我是第二没有人可以跟第一 坤哥当然是可爱 他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Hendry是身高 他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吃饭慢 然后吃饭最快 起床最晚 他敢说第二 没有人说第一 诚如大家所见的就是我们带着这张迷你四级变桶回归啦 没错 那我们也会随着这张专辑会陆陆续续的想很多的方式 去跟我们的粉丝朋友 不管是通过线上还是线下的方式 我们想去跟大家见面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这张新专辑 也关注我们VCMV后续的活动哦 谢谢